花蓮市公所开办的客家产业观摩剂导览培育课程 特别带领在地市级的摊商伙伴们 一同造访了凤林、新城和花蓮市的客装产业以及特色商家 希望借由现场讲师仔细的解说 透过共同的讨论 让摊商在未来推动产品和品牌的时候 能够有更扎实的基础 花蓮市客行所为了配合客装产业创新加值计划 所推出的客家产业观摩即导览培育课程 日前带领了浩客市及和可以降薪的摊商伙伴们 从市区出发一路到了凤林的赞叹工坊 七星潭的沙利好食 最后再回到市区前往秋口秋口手工巧克力咖啡店 透过店家的创业经验分享及产品的设计理念 希望能为摊商们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那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创业已经有将近七年的时间 那一路上跌跌撞撞 然后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 那我们可以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跟就是花蓮的手作业者跟品牌业者 我们一起来讨论 如何去把在地的元素成为品牌 然后推广出去 那市集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平台 怎么样让这个平台能够提升 产生出跟花蓮有关在地电节的一个产物 然后让观光客能够来 尽而喜欢尽而购买 成为观光客未来 来到花蓮 离开花蓮的时候必须的一个产品 或者是让在地朋友能够喜欢上的一个作品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 Choco Choco是一间结合咖啡巧克力 以及艺文展场的复合空间 本身也是客家人的老板许丽全 更是透过简报 把珍贵的创业经验与摊商们分享 一连串的参访 也让摊商们是惊喜连连 透过现场的互动激荡出许多创意想法 摊商们也纷纷表示 这次的观摩获取到相当多的成功经验 未来将会向这些店家学习 让游客也能对产品产生共鸣 知道每一个摊商的品牌故事 记者 许丽晴 花蓮市报导